没有 孟茂 自找的 活该 我早就说过这个事不靠谱 不听我 现在傻了吧 哥呀 我俩说得好好的 这就是个考验 谁动心了谁就得打住 那是文文先说话不算数了呀 你少推卸责任 罪魁祸首就是你自己 哥 我发誓 我可从来没想过要离开文文 我以为她怎么考验都没事呢 谁知道她这么禁不住考验呢 这爱情能随便考验着玩吗 哥 我知道错了 我现在不也正想折呢吗 怎么说我也得把文文抢回来呀 我找几个人 把那熊伟揍一顿 臭小子 敢撬我媳妇 我揍不死她我 我要是你 我先找个没人的地 把自个儿揍一顿 哥 你就别挖苦我了 我都快走投无路了 我这辈子离不开文文 我爱她 我是真爱她 我高的估计了自己 以为自己在感情上手拿把架 傻了吧 在那梦里面 说我去哪儿 这辈子 我能没想到大人 从凍静而已 好 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这是你为我挺身而出的地方 美女 别走啊 住手 干吗啊你 给我打 国强 国强 当然记得 国强 我们分手吧 我要去陪雄伟了 不管他还有多长时间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我都想陪他走到最后 文文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你知道现在我特别后悔 对 错的不是你 是我 你要去考验爱情 你完好无所得回来了 是我没经得住考验 文文 你别这么说 这就是事实 我原以为 你就是唯一 除了你我谁都不要 我一直坚信着 可后来呢 是我变了 是我变了 我就是个傻姑娘 一直稀里糊涂地活着 直到遇见雄伟 她改变了我 她让我明白了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她让我了解了自己 了解了爱情 爱情需要守护 是不能被考验的 国强 我们就到这儿吧 把最美好的回忆 都留在这儿 不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董事长 艾田公公马上要公开发售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 您怎么能把它赶上老人院呢 这我不支持啊 我之所以要做这个老年公寓 就是为了让每一个老人都能安享晚年 这也是我们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嘛 可是艾田公公是咱们的精品住宅项目 有着极高的商业回报率 对咱们的报表 还有上市 那都是至关重要的呀 说白了不就是钱吗 到底是钱重要呢还是幸福重要 这些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事 让我切实地体会到了 我们对老人 对我们的父母 关心太少 关心太少 在座的 有谁是没有爹没有妈 从石头份里蹦出来的 没有吧 可是一年当中 你们又能回去看他们几回呢 他们辛辛苦苦地把我们拉扯大 我们呢 把我们的眼睛只盯在我们的事业上 忽视了他们的感受 我觉得非常惭愧 所以我要把我们的精品项目拿出来 把最好的奉献给他们 让他们幸福 董事长 我们理解您这一片善心 您建老年公寓我们也不反对 咱们不是有慈善基金吗 那可以重新地规划建设 这可以互不影响的呀 你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 这样吧 老规矩咱们举手表决 反对的请举手 同意的请举手 爱天公馆改为老年公寓的方案 正式通过 散会 夏女士你好 爱天敬老院装修以及改造工程 已经顺利通过 图巴兔第三方季度验收 全部合格 请您在此签字确认一下 你们仔细地检验过了吗 这可是给老人住的 一定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 我们药店提供的 第一批一百箱中西药品 已经全部到位了 以后啊 敬老院需要多少 我们随时送货上门 那就这么定了 我们爱天敬老院以后的数字 就由你们基地来为我们提供了 一定要用纯天然的蔬菜和水果 真不错 真好啊 今天是爱天敬老院正式成立的日子 李董事长呢 因为工作繁忙 没有办法亲自来到现场 所以呢 就由我这个董事长夫人 赶鸭子上架 替她为大家说两句 各位叔叔阿姨们 你们都是我的长辈 你们为了社会 为了生活 辛苦奉献了大半辈子 现在推下修来了 在这里我代表李董事长 代表爱天集团 向大家表示感谢 现在就是我们晚辈 开始报恩的时候了 最近我们要组织路趴的线下活动 如果你们可以提供聚会的场地和酒水 我们就可以给你们打广告 好的好的 合作愉快 咱们路趴现在知名度提高了 慢慢地也有植入广告进来了 将来啊这肯定是咱们的重要收入 现在先别想收入的事情 现在主要目标 还是在怎么改善用户体验上 只要体验上去了 收入自然而然就会来了 李娅姐 你看 最近网上流行的一款 特别火的旅游社交软件 叫做路趴ATP 而针对这款旅游社交软件 现在在网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下面我们就请身边这位女士 谈一下对这款旅游社交软件的看法 我老公 就是因为用了路趴 才认识了那些鬼混的女人 这个路趴实在是太缺德了 什么旅游啊 就是搞破鞋 就是偷鸡摸狗 破坏别人家庭 视频爆出来不到两个小时 已经被转风了 李娅姐 这怎么办呀 这事干得太缺德了 喂 王总 喂 杨丽啊 你们路趴出的事我们关注到了 你们就要赶紧启动危机公关啊 我们的资金 不可能投入到一个有问题的软件 王总您放心 这件事情我会尽快解决 但现在出事了 如果近期不能解决 我们的投资就不可能注入 听说那个创始人叫杨丽雅 那我就想问问你了 杨丽雅 你没男朋友吗 你没老公吗 你就不怕你老公拿着这个软件 去勾给别的女人 除非啊 杨丽雅本身 就是个不正经的人 董事长 真没想到啊 老年公寓向我们开办以后啊 得到了非常正面和积极的回馈 社会议论普遍认为 咱们爱天集团这一善举 充分体现了 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和家文化的企业精神 不谋而合 好事 距离咱们集团的合作 是越来越近了 这也是提升咱们企业形象的 利好消息 董事长 社会上对您正面的评价 也越来越多 不少网友的评论说啊 您是最具有社会责任感的 新时代的慈善家 也是咱们当代商界的楷模 这有点过了啊 我哪是什么楷模呀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不至于 董事长 今天咱是关着门说话 有什么话我可就直说了 如果说我们这段的工作 还有什么漏洞的话 我觉得是对您的包装 那实在是不够 你看看现在社会上 那些明星企业家 那知名度 比影视明星还高 这以您的实力和资历 那比他们不强多了吗 所以 我们觉着啊 应该趁这个机会 运用一切手段 给您来一个全方位的包装 让您彻底地改头换面 包装我 我有什么好包装的 董事长 这正是我们全体董事会的意思啊 虽然您现在 已经有了不小的社会名气 但您红得还不够啊 我们必须让您红 您红了 咱们的企业才能更红了 对 话说的是没有错 但是红得还是那么容易啊 我这又不会唱歌 又不会跳舞 再说离咱们上市的时间 越来越紧了 还来得及吗 董事长 这您不用担心 我已经做好了一个策划方案 先给您出个传记 然后再集中上一些电视栏目 再拍个纪录片 还有啊 以后咱们集团的广告 就不要请影视明星了 这花那么些钱 把他们捧出了名 董事长 我建议啊 您就亲自来吧 您必须是明星企业家 什么明星企业家 小了 咱们董事长 必须是商界领头羊 马董 您这个提法非常好 咱就商界经营了 咱不光要给社会提供一些 物质财富 还有提供更多的精神财富 我们大家通过您 输出我们企业的文化精神 对 咱就得按这个路的走 怎么样 好 好 在这儿 既然大家伙这么捧我 那我就不能推辞了 一定全力以赴 拿出我的精英风范 发挥我的作用 带领咱们爱天集团成功 上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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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雅 我听说路趴出事了 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咱们见一面吧 我现在在工作室呢 你来吧 你好董事长 我们是董事会邀请来的策划团队 给您拍纪录片和专题片的 这我上班这有什么可拍的呢 董事长 这正是我们的主题 李洪海奋斗的一天 您的一举一动 都有着别具一格的意义 值得被记录下来 让每一个人看到 行 那拍吧 拍吧 好 准备好了吗董事长 那个董事长 现在有没有什么事物需要处理的 今天还真没有 那有没有一些任务 我们可以给下属布置一下 喂 孟恒 咱们公司跟那个 美国希尔顿集团的合作项目 进展得怎么样了 洪海 你神经啊 昨天他们刚刚拒绝这个项目 怎么又问我进展啊 好 我知道了 随时汇报 有什么不明白的 要及时和我沟通 听明白了吗 我说你吃错药了吧 好的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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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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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走楼梯吧 咱们走楼梯 这样能带出 整个外间酒店的 效果更好 走楼梯 我的办公室可在十层呢 只用走一小段 您手累了 您慢点走 网上那些言论 实在太可怕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丽雅 网络暴力都是非理性的 你一定要冷静 可是如果我现在 什么都不说 不就等于承认那些 对我的污蔑和诽谤了吗 当然不是了 你现在马上反驳 肯定会招致更多的攻击 等一段时间 等事态平息了 再出来澄清事实 效果会更好 我现在压力真的好大 这事一出 投资方也走了 如果我过不了这一关 路怕也就做不下去了 请 董事长 这是您今天的行程安排 然后您上午十点 会见金融办领导 然后十点半 接见度假村项目代表 十点四十五和岸田酒店 全国分店两次召开电话 回应 你这什么安排 你这安排要累死我呀 咔 董事长 这是我们安排的剧情 为了体现您日理万一的 性情工作 对建立您的人物形象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纪录片还有剧情 那你也得真实点嘛 你也不能让我 跟上了发条似的 忙着团团转 这也是艺术的 实度夸张了 还有你 说词千万别断 不要偷笑 更不能看镜头 这样我们都没法用了 行了 行了 你也别说他了 他又不是专业演员 你忙你的去吧 好 董事长 您别走啊 董事长 这你就别拍了 我要上厕所 别拍了 董事长 晓晓 这次出国参加比赛 千万不要紧张 这样才能把你平时的水平 发挥出来 好吧 要不阿姨 跟我们一块儿去吧 阿姨在我就不紧张了 我一定能拿第一名 晓晓 别闹啊 阿姨还有自己的事情呢 阿姨不能陪你 爸爸陪你 阿姨又没工作 他能有什么事啊 阿姨你就跟我们一块儿去吧 下次 等你下次参加比赛的时候 阿姨一定陪你去 一定去 一定去 行了 阿姨都答应你了 车来了 来来来来 走 拜拜 拜拜 慢点啊 拜拜 晓晓 阿姨 拜拜 阿姨 拜拜 阿娜 哥哥 我又要求你帮忙 好 你记不记得 你上次送我的礼物 那件衣服 衣服设计得非常棒 非常有国际饭 我朋友也很喜欢 逗夸你 那太好了 你的设计理念很新银 所以 我想求你的帮助 为我朋友做一个新设计 我当然愿意了 谢谢你 那我太激动了 可可 你的设计思路很新颖 非常大胆 国内目前还没有你这样的风格 行了 谭林 我是来找你挑毛病的 不是来替你夸我的 老实交代 这两套设计 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啊 就算拿到巴黎去 也照样引领时尚 说点实际的 可可 你想没想过做自己的品牌 你的才华施展不出来 太可惜了 我建议你 先做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做一批自己独立设计的服装 然后 再慢慢地创立公司 做自己的品牌 我可以来帮你 这样吧 这衣服啊 我先拿回去改改 你赶紧找个裁缝 把成衣做出来 我好给安娜寄过去 包在我身上 小孙 你这个第一张横空出世 写我刚创业的时候 我哪有那么厉害 其实我当时挺惨的 没什么想法 就想挣点钱 董事长 这传记啊 要元于生活 要高于生活 这光把事情写得真实了 那远远不够的 关键是啊 我们要写出您在那种 江湖环境下的思想火花 对吧 我给您带来了两本书 比尔盖茨传 还有是乔布斯传 咱看看人家开头怎么写的 我给您念一段啊 有人说每个人都是上帝 咬了一口的苹果 只是因为有的苹果 味道特别芬芳 所以上帝就多咬了一口 这样说起来 本书的主人公司 迪布乔布斯 一定是那个味道 特别芬芳的苹果 因为它是那么地倒霉 还没有出声 就已经注定了要被遗弃 咱能按照这个路子来 这必须高大上不是 也行啊 虽然咱没有人家那么伟大 不过传记嘛 稍稍模仿一下 人家说事的这个调子 也是可以的 对吧 对呀 董事长 对了 董事长 那个这是给您准备的演讲稿 这是咱们团队连夜赶出来的 这最近呢 给您安排了纪索大学的演讲 您得抓紧背一下 我觉得 知道这种缺德软件的人呐 就没安什么好心眼 损人不利己的事 这事干得太缺德了 你说它不是毁营毁盗是什么呀 除了给男男女女提供偷鸡摸狗的机会 那还能干什么呀 听说那个创始人 叫杨丽雅 那我就想问问你了 杨丽雅 你没男朋友吗 你没老公吗 你就不怕你老公拿着这个软件 去勾搭别的女人 除非啊 杨丽雅本身 就是个不正经的人 来 王侯将相宁有种户 这是咱们 古代的农民企业领袖 陈胜说过的一句话 我很喜欢 为什么呢 很提气 他就是说 那些当上了王侯将相的人 谁 也不是从娘呆带来的 而现在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企业家 谁 谁 也不是一生下来就牛哄哄的 这本杂志上 发表了我的传记 我不是传奇的第一部分 我希望 咱们公司的员工 都能够看一下 能够了解一下 我在创业之初的 心路历程 只有回顾过去 才能展望未来 我在创业之初 两眼一抹黑的时候 我的心里 也从来没有服过谁 有人说 当今的中国 一个人 十年 就会有一个大电话 我看根本就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这几天 我看了一下福布斯排行榜 胡润排行榜 我在想 过几年 咱们公司 能不能上榜呢 周董 我怎么觉得咱们董事长有点发飘啊 飘吧 这儿嘛 这儿飞起来才好呢 丽雅 你赶紧上网看看 网上要有咱们路趴的新消息了 我不看了 变着花样骂我 用什么好看的 不是 是赵教授在网上发表声明了 各位网友 我是赵文波 是海州城市学院的老师 也是路趴APP的创始人和法人 目前路趴APP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舆论 在此 我向大家做一个声明 我是路趴的法人 路趴所有的法律责任 都应当由我来承担 杨丽雅小姐 这是我们公司的一名员工 在网络上 对杨丽雅小姐 进行了人身攻击 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因为她跟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关系 对于这件事情 我也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态度 我们开发路趴的初衷 我们开发路趴的初衷 是想让更多的人结伴而行 是想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建立一座有益的桥梁 路趴只是工具 工具本身是没有是非的 就像是一把水果刀 可以用它来切水果 也可以用它来伤人 如果有人用它伤了人 那错在使用者 现在却把水果刀告上了法庭 那就太荒唐了 在此 我恳请广大网友 明辨是非 不要轻易被网络上那些 不负责任的言论所影响 对于那些 恶意攻击路趴应用程式的人 我们将依法保留起诉的权利 我再次呼吁 停止一切对杨丽雅小姐的人身攻击 如果你们想说什么 请冲我来 我奉陪到地 我奉陪到地 董事长 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新的演讲稿 这么厚一落啊 您一定要背啊 我们又肯定安排了几所大学 您必须要去 谈的主题呢就是您的创业 耳进脉步 从头越 说实在的 我真怕背东西 这才一部分呢 后边还有呢 董事长 这演讲啊 很重要 我们跟视频网站都谈妥了 您这边讲完 我们就力推 您看看现在的商界精英 哪有不演讲的 这一关 您必须得过 行吧 行吧 进 平安 行吧 姚师长 您找我 请坐 很遗憾 我必须得通知你啊 你创立的路趴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网上有很多人 直接点名批评我们学校 对我们学校的声誉 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经学校研究决定 解除你在校的一切之务 你的意思是 我被开除了 对 我们也觉得可惜 诚实学院 也不愿意失去你 这样有才的青年教授 可是社会舆论压力太大 我们必须做出回应 好 谢谢 我明白了 大家好 我是李鸿海 今天我要演演讲的题目是 耳机脉步从头月 第一节 有光之处必有影 有阴之处必有阳 人生不如一世 老李 你真要去演讲啊 我这不是也想着给社会 提供点精神食粮 您还有精神食粮呢 那您先别着急给社会了 您先给我一点呗 你严肃点 我这还不是为了集团的利益 我这都快累死了 您以为被这个演讲稿里的 这些车轱轱话容易啊 那谁让你笨的 这要是我 我早就拿下了 您这一晚上叙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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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那么笨呢 要不我给你买点脑袋筋吧 你说你 这么跟一个马上成为 商业精英的人说话 你觉得合适吗 就你这样的 你还精英呢你 那精英这个名词的解释 那必须得重新写 我都快累死了 你就别在这儿涮我了 行吗 那好吧 你继续吧 走了啊 人生不如意 十有八九 创业更是路漫漫齐修远系 我想去见一下赵文波 要是不去见他 我这心里故意不去 你陪我一起去吧 我还是不去的好吧 碧雅 我不后悔 什么金钱 荣誉 工职 跟你比起来 都是微不足道的 我这么做 没有要求任何汇报 是我对不起你 我知道对你的伤害有多大 我用我的一辈子 来补偿你 你别说了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知道你接受不了我 我一直试图挽回我们过去的感情 这份感情 对我来说真的太珍贵了 我真的舍不得你 我想跟你过一辈子 现在我已经没有这种奢求了 我已经没有机会跟你在一起了 丽雅 大胆往前走吧 你永远记住 在以后的日子 在你不远的背后 我一直跟着你 默默地祝福你 无论你什么时候需要帮助 第一个站出来的一定是我 我会把一切都给你 我会把一切都给你 丽雅 我没有别的要求 只有一个心愿 你能满足我吗 什么心愿 我能最后 再抱你一下吗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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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我只是觉得赵文波 挺不容易的 为我付出那么多 他要是没有骗过我该多好 你真这么想 这是我的心里话 这是我的心里话 我突然觉得 今天站在我面前的赵文波 是过去的那个赵文波 是我曾经爱过的那个赵文波 这让我感觉 我之前的情感没有虚致 即使他骗过我 我也不恨他了 丽雅 如果你真觉得自己离不开他 你可以重新做选择 我会尊重这个选择 穆恒 你怎么会这么想 你是让我回到赵文波身边去吗 如果你选择了他 我会祝福你们 不管结果是什么 我都能接受 这是你的真心话 这是你的真心话 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我现在都这样了 你还能说出这种话 丽雅你别误会 我是想让你过上 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那我在你心里究竟是什么 超时急来 会知急去吗 我怀疑你有没有情感 你根本不配恋爱 丽雅 你别说了 行 我听你的 我现在就去找赵文波 答案 有铝 就去哪里 做这种事 我许不会 让你 优优独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